今天先講曼聯在捉腫杯第三圈的表現 曼聯這次抽中了雷丁這個對手 雷丁一開始就已經控球在腳攻上去 而且這件事是持續發生的 看了一會之後我就驚意和我老爸說 雷丁這樣做一定會輸過反擊給曼聯 結果曼聯真的憑借著一兩個快攻的機會上去入球 雷丁真的因為這樣而出局 其實曼聯今天是本來一個4312老鼠拉龜結構來的 雷丁這方面如果肯選擇穩守反擊 曼聯進級的難度就會大大提升 不過雷丁決定保持著自己的風格 某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什麼雷丁現在在英冠排著尾爾 因為他們經常都會去進攻 有機會這樣去輸出反擊 而今天也似乎是選擇錯誤了 不過比賽的過程當中 雷丁也真是贏了掌聲 他們的整體意識其實都不錯 連結起上來有板有眼 雖然他們是不會做到很清脆利落的 一些禁區頂停波 或者是六頁插入 時間又掌握得不是那麼好 是會越位 但是也有意識地把波慢慢做入禁區那裡 另外還有一件事令得到 雷丁今天處於上風 就是他們的壓迫是屬於很重金屬下的 他們速度快 體能好 又加上萬聯今天的中場球員實力 是有問題的 佩雷拉 密湯文尼這些 控制能力一般 另外費特一直打不出 在薩克達那種引領攻勢的光芒 可能還未適應英國的生活 其實利物浦今季的基達也一樣 所以萬聯今天就是那個是中場的控制能力 就是有問題的 差了的 節奏都不是控制得到的 互相連結能力都是不好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會被雷丁 是成功用重金屬的壓迫 破壞到萬聯的控球的 那萬聯就沒辦法 長期控球再腳就變了要打快攻 不過又可惜了 萬聯今天前面三個進攻點 就不夠快去打快攻的 馬達速度不夠 大家都知道的 那他真的不適合打這些來回高速球 那他搏到十二馬之外 就沒有什麼見樹的了 那後來取代他的中仔進來之後 就反而打得舒服一點 雖然中仔也不是說打得很好 那但是呢 就中仔起碼是有速度的 那可以推山個球涌一下 那另外呢 山齊市就完全沒有狀態 速度更加慢 盧卡古又肥了 那就慢了 那所以一打來回高速球 速度就不夠 雷丁快了 雷丁快一點 那所以機會多一點 處於上風 那接著呢 機會多一點 雷丁打上去 那雷丁差波呢 在連結又好過萬聯 那萬聯今天呢 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就是反擊的 那結果呢 空球率就會低過 就是雷丁了 那雷丁的連結能力呢 就和今季呢 在聯賽杯曾經淘汰過萬聯的打比棍差不多 那只不過呢 就是把握力就差很遠了 所以打比棍呢 就是現在在英冠第六大雷丁呢 就是尾爾了 那把握力真的不好啊 那有時候都算是差到去禁區裡邊的 但是那個機會出來了 都是把握得不到的 那他們呢 是沒有辦法把握到最佳的射門時機 那還有很多時候都不夠技巧呢 去射中龍門的 那所以今天呢 他們在奧脫福呢 進不了球了 那相反呢 就被萬聯利用到吸數呢 就是把握到兩次機會的 那剛剛都說過呢 就是萬聯的反擊速度一般般的 那所以呢 他們都是那個反擊的次數零升的 那第一個入球呢 其實是很罕見的樣子 都是猜過了 雷丁的壓迫所衍生出來的快攻來的 是很罕見的 很少猜得過的 那終於都猜得過了 那跌跌撞撞 那時候進了禁區裏面就構成12碼 那第二個入球呢 就是對方終於都送了一個大禮 給萬聯了 那立即可以打個反擊 那是很easy的這一下 那另外呢 就在偶元當中 這個是山齊氏 就終於都利用到吸數了 送個漂亮的直線盧卡古插入去 過了守門員搞定了 那就是今天贏2比0了 那不過呢 有人就說 萬聯的後防線這樣受壓 就很令人擔心 不過呢我就覺得就不需要說去到很害怕 那今天萬聯不停受壓的原因呢 是攻不了的 猜不到連結不了的 那你沒有辦法呢 就是向對方施加壓力 那對方就會攻回你轉頭 那任何後防線其實都會受壓的了 那下次只要用4231控球再腳 其實就可以掩蓋了這個問題 那你說 那你說 會不會只不過是靠進攻去掩蓋防守問題的呢 喂 那古往今來的方法都是這樣的啦 世間上有哪一條後防線呢 只是不停防守是不會失波的 那就是隊友幫不了手 打反擊上去幾星級的後防線呢 都會提升失波的機會的了 那當然啦 如果你說要拿英超冠軍呢 那當然是可以加強回後防線的實力的 你大概啦 平均每場失小零點幾球球的話呢 這樣才可以在一些沒有運氣的賽事當中取勝 那還有呢 才可以有把握地去打強強對決 那不過啦 你說到說穩定去處理弱隊的話呢 現在改變了進攻概念的曼聯 其實都夠玩的 那只要呢 就不要太沒有運就OK咯 那另外啦 有人可能就會認為的 就是今天的蘇西茶的曼聯 和之前摩連盧的曼聯就差不多 都是沒有這個主攻能力 是要打穩守反擊 那這一部分呢 我絕對認同的 摩連盧在位的時候 曼聯就好像今天這樣打下去的了 就沒有控球能力的 不過不要忘記了 就是摩連盧當時呢 是經已用了自己認為 是要打正選的球員出來打 但是都是打到這樣 沒有主攻力 但是呢 今天蘇西茶所用的球員 絕大部分都是後備球員來的 有級數的球員 如果去山齊市呢 都是剛剛復出沒有狀態 所以呢 就是才會倒退回去 摩連盧的打法那裡 理論上呢 我們都是要理解 在聖誕快車當中突然之間出現一場 就是抓總盃第三圈呢 對手又不是說很強的情況下 任何強隊 都會進行大幅度的輪換 表現有走樣的情況可以理解 基本上呢 其實這場賽事呢 他們是首先考慮了 要給哪些正選球員休息 即是呢 拿完後備球員出來先 看看誰可以打 這樣呢 再看著那些球員出來 就是砌個結構出來的 砌個結構出來 才知道 原來今天是4 3 1 2 就是這樣 這樣啦 那想著呢 出來贏級數就算了 那淘汰賽來說呢 就不需要大炒對手的 捉總盃和英超不同 其中一個關裡面呢 你是多入球都是沒有用的 不會計算到總數那裡 最終呢 是不能計算得失球的捉總盃 那所以今天贏2比0呢 其實都叫做OK啦 有交代的啦 那摩連盧在這的時候呢 其實都會踢成這樣 所以蘇斯一查呢 就沒有令萬聯倒退的 那就是基本上呢 下一場呢 用回正選4 2 3 1 有主攻能力的話 就會完全不同 那由於你會知道 就是萬聯立即會進步 所以今天就不需要怎樣罵他們的 那而且其實呢 今天呢 是還有個好消息呢 就是盧卡古在捉總盃第三圈 對著非英超球隊 踢足全場啊 這個是好消息來的 另外盧卡古的12碼 都肯讓給馬達射球 那這些事呢 也都終於確立了 就是盧卡古在一個 後備球員的定位 那終於呢 都不會再 有人在說那些 就是I can't rest him 那些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呢 那個心呢 都定了 那而且呢 還要就是讚嘆盧卡古 今天的表現 那大家呢 就不要再放大 是他在禁區裡面 控制不了那個波 Syria 踢下踢下 搞到人前 老人前 後的問題啦 就是盧卡古現在 只不過是後備球員來的 就不用開球的 他不會常常出場去再破壞萬聯的啦 那所以呢 我們已經呢 就不需要再記著他的失誤了 只需要呢 就是談論 他奈不奈出來作出的貢獻就OK啦 那你見到今天的入球咯 作為後備的球員,能夠掌握時間插入,沒有越位 接著過了搜門員入球,還想怎樣?超額完成 他入球的球員是明賣明賣之外的入球 而且其實今日多些明賣明賣比劳卡古頂球都沒所謂,還好些 我現在是不再介意劳卡古偶然上陣的時候,萬聯用明賣明賣 因為可能只不過是一個月,一兩個月裏邊才有一場靠明賣明賣入球 這些就不會長遠去破壞萬聯的整體戰術 也不會拉低了萬聯的進步步伐 而且還可以在一些後備球員的賽事裏邊 用屈肌的手法贏到球 節省水節省力 那盧卡古就耐不耐出來做到事就很幫到手 所以我們這些中立的球迷,或者萬聯的球迷 也是要慶幸萬聯現在有一個這樣的後備前鋒 很可能是英少強隊裏邊數一數二的後備前鋒 大家只要遲些不要說替盧卡古不抵 說替他不夠正選次數就可以了 現在唯一最輝之不去的問題 只不過是盧卡古要成九千萬歐元的轉會費 如果你說當年的轉會費 只不過是二三千萬的話 那就對的了,OK了,很對位的了 如果是二三千萬的轉會費 就連這個輝之不去的問題都會沒有了 好了,另外大家都可以隨著 就是按廣告的方法去令小弟 就是廢之不去的問題解決的 就是可以令到小弟呢 是有一點點的收入,有個尊嚴地去生活下去 以及繼續堅持每天免費為大家出到片 希望大家繼續不要鬆懈 有時間有假期的朋友多點進來呢 就是播廣告,click廣告,按廣告,彈廣告,視窗,下播 小弟當然感激不盡 另外,小弟還需要大家的訂閱數 多點訂閱就好些的 還可以按鈴鐺 就可以快點接收到小弟新片的通知 記得要幫幫忙 手機那裡,如果你發現片的下面有固定的廣告字眼的地方 記得按下去彈廣告視窗出來 那就能幫到手了 另外電腦那裡,記得關掉Block Etting 就會發現電腦片的裡面有Banner 廣告片的右邊有些廣告 記得按下去彈廣告視窗出來 那跟著 無論手機還是電腦都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片的最前 或者最後插入廣告片 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的裡面 找廣告連結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廣告連結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手機的話廣告連結會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拜拜 有記憶 不允許